恒大老板许家印最近麻烦事不断 先是他被证监会处以4700万的巨额罚单 当然恒大被处以了41个亿的罚单 继而呢 证监会说许家印终生不能再进入到证券市场 然后又有法院对恒大强制执行 并且把许老板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他进行了高消费的限制 哎呀 想想以往的许老板是多么的风光啊 吃穿用度那都是帝王级别的 恒大内部是有人专门负责人家吃什么穿什么的 可是今天他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 飞机是不可以乘坐的 高铁是不可以坐软卧的 五星级酒店高尔夫会所都是不能去的 但是当然也有人说 许家印现在被调查这种深陷铃鱼 他根本就出不去 所以啊你限不限制他高消费意义不大 但确实最近这一桩桩一件件对于许家印的惩罚 标志着我们对于恒大的全面清算 对于许家印的惩罚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么作为恒大的当家人 许家印未来会被处于什么样的惩罚呢 如果你是正规经营企业的话 咱们这么讲吧 由于你个人能力不行 或者说误判大事导致经营失败企业破产 甚至欠了别人很多很多钱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作为企业的当家人 你承担的最大责任就是你的所有投资 通通化为了泡影 你倾家荡产了 你破产了 但是很显然 恒大的问题并不只是企业经营失败的问题 今天披露出来的很多消息 恒大有作假的嫌疑 恒大有很多的法律问题 甚至律师现在就说 许家印有可能被追究刑责 而且他转移到海外的资产 有没有可能被拿回来呢 因为毕竟许家印这个娄子 捅的实在是太大了 两万多个亿人民币啊 有多少家庭因为恒大的失败 许家印的失败而倾家荡产呢 看看咱们的邻邦越南 最近越南的法院正在审判 越南的女性前首富 检方要求判她死刑 当然我觉得许家印未必有这么惨 但是确实在她的经营之下 一个宇宙级房产就这么垮了下来 在我国多个城市形成烂尾楼 有大把的消费者花了钱交了首付 还着银行贷款可是拿不到房子 有多少公司工人给恒大卖命打工 但是讨不回工资 有多少人把钱借给了恒大 但是拿不回本金来 所以今天对于许家印来讲 罚你4700万限制你高消费 这恐怕真的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未来等待许家印的将是严厉的司法审判 那么我觉得对于许家印来讲 其实是有办法给她减刑的 怎么减呢 很简单 就是积极退赃啊 如果你能把转移到海外的大量资产都拿回来 好歹赔给消费者一些有这样毁罪的行为 那么许家印可能还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行期 否则我觉得越南的女首富 那就是前车之剑呀